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地球圈 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内容是跟大家介绍一个土耳其的电子钱包 它叫做Papara 可以理解成是土耳其的支付宝 在整个土耳其使用的范围是比较广泛 也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我今天最主要是介绍这个钱包的虚拟卡功能 那大家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个Papara如何去注册 首先我们要打开 或者说你在你的手机上面去下载Papara的一个APP 这里我为了方便录制 我这里就直接进入到Papara的官网 官网之后是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大致的可以去看一下 把它翻译成中文看一下 它这里的一个 它整整个的一个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你们自己去看 我这里不做介绍了 直接我们就点这个开账户 Papara它的一个难度呢 并不是很大 唯一的难度就是需要土耳其的手机号码去接码 你看这里是要是土耳其的这个手机号码去接码 那你们在输入土耳其的手机号码它说一定要输入加90开头 在后面加几条例一定要输入进去 它虽然说这块可以去支持谷歌或者Facebook直接登录 那我们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是不行 不行 那接码的过程我就不做演示了 如果说你们自己有土耳其的电话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注册就行了 没有的话呢 需要接码可以去找我 那这边我就直接跳过 直接进入了这个Papara的一个APP 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Papara的一个APP后台 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呢 我们最主要是看看啊 首先中间这个50里拉是我刚刚充值进去的50里拉 50里拉下面有一个Papara的Number 就是这个我们只需要拿到这个PaparaNumber 我们就可以去让别人给你充值啊 目前呢 我们如果只需要Papara的虚拟卡的话 我们不需要实名认证 只需要一个土耳其的手机号码 结码完成注册成功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啊 我们再看这个下面啊 PaparaNumber这个Papara号码下面有一个IBM号码 它中间有个新兴符号是隐藏起来的 我们点一下 你发现没有 我们想看整个Papara给我们提供的IBM账号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去实名认证 它这个实名认证呢 就比较复杂了 不像这只OZN啊 只需要一个文本信息 它可能需要这个照片啊 类似其他的一个KYC资料 所以对我们国人来讲的话 不是很友好 当然如果说你需要它的收款啊 或者其他的 你们可以去买资料去做认证啊 做高级认证 我们如果只需要虚拟卡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点到最下方最右边的菜单栏 虚拟卡 预付卡 点这个卡符号 我这里已经开了一张了 它的卡头是548793万斯达的一个卡头 那我你们正常来讲的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去创建 你们正常来讲的话 进入清除之后是这样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你们要去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啊 你不要去选择第一个 我们要划这个上面的一个卡图片这里 点到这个 Vitra就是虚拟卡啊 现在整个上面 这一二三四五六 六张卡的时候 中间那个黑色的 请认准这个虚拟卡的一个啊 这个卡面啊 你点其他的话 他需要去实名认证的啊 我们点这个虚拟卡 对吧 虚拟卡 他就不需要去做实名认证 我们点创建下面的 创建一个虚拟卡 然后再创建 创建他就在创建过程当中了 这里呢 他要你去设置 首先呢卡费是免费的 设置你的这个额度啊 限额额度 然后还有个名字 我们直接不需要 我们可以不填啊 因为他这个是可选线 我们直接点创建 点创建之后呢 他直接就给我们创建一个成功了 你看我的维萨卡 我的这个虚拟卡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点OK O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虚拟卡的一个信息了 已经看到了 那么就是这么简单 关于这个呃 虚拟卡可以创建多少张啊 我这边是大概是确认一下的 他应该是可以无限开卡的 无限开卡的 只是说呢 呃 这个的话 他的实名认证 嗯 实名认证的话是比较麻烦 好 我们既然不能实名认证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这个预约右边的这个加号 我们点充值试一下 充值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I边账号的去收款 你看点 他需要去确定你的账户 就是你要通过KYC 啊 你看 通过这个信用卡 点都充不了 都充不了 你看 你看 要么就是呃 直接实体卡 对不对 实体卡 因为图维奇那边有这个泡泡拉的实体卡了 你拿了这实体卡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干嘛 你可以去 呃 拿这张卡 啊 但把玩这张卡里面存钱也可以 这是一种充值方式 但是对我们来是不是很方便的 最好的办法我们要充值 就是只需要你把你这个泡泡拉的账号 那这个50里拉下面这串小数字啊 1966842893 这张数字给别人 别人直接通过这个泡泡拉号码 直接直接转账给你 就可以出去充值 啊 我们虽然没做实名认 但是我们可以去收款 没办法去付款 然后我们大概去通过我的 大概这么简短的简介之后 你们对这个泡泡拉有一定的了解了 当然每个人业务用途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呢 他只需要这个虚拟卡 然后只需要去做一些会员的订购啊 或者说主要去撸图位奇的一些会员 他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 各有各的用途 那可能我总结下来 大家可能遇到的难题 第一个就是图位奇接码 第二个就是这个充值比较麻烦 肯定自己搞不定 如果接码跟充值搞不定的 你可以联系我 我这边可以做到全网最低价 你们可以直接联系我 就可以去做接码跟充值 那关于泡泡拉的介绍呢 也没有过多嫌弃的介绍 关键还是自己去动手 因为这个注册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来把这个 其他两个难题解决的话 就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你去点击订阅 以及点赞 好拜拜